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突然慾望高漲 小心身體出狀況 慾望高漲 這不是好事嗎 來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算了 不用作伴 但是這位女生就很困擾 她大概三十歲左右 她才找我說 我很困擾就是說 我的慾望好像會不會偏高 每天最少要一次 我說那是怎樣 她說這樣很好啊 我們都覺得不錯啊 對啊 她說 她說我前日男友就這樣分手的 因為她沒辦法 受不了 每天都在吃都受不了 她說掏空啦 掏空啦 她重點是分手之後 她每天都要DIY 那我就看一下她身材 我說大概感覺上直接看 就六七十公斤 有點略胖 我說我看妳的手腳 好像手的毛不少 我說妳其他部分 她說妳這一說 我這裡也有長毛 背部也有長一些毛 我說因為我發現妳的 這邊也有小鬍子 有一點點 是喔 很細的 男性賀虎 對... 我就說妳的月經 我說月經還好啊 大概一個半月 兩個月會來 我說有像喔 多男性軟巢 那我說我們先抽血 查荷爾蒙 妳下禮拜回來看 回來一看 我說妳典型的多男性軟巢 那多男性軟巢的人 不是男性賀爾蒙一定很高 我們測一般測稿固酮 但是現在我裡面有好多項目 測的稿固酮 那她呢 我們女性症查值是 大概九十五以下 她是130 她說為什麼我們女生有男性賀爾蒙 我說 女性的男性賀爾蒙 是男生的十到二十分之一 它來自於四分之一來自卵巢 四分之一來自於腎上腺 二分之一來自於皮下脂肪 那妳這個胖的人皮下脂肪會比較厚 比較厚 那妳的那個雄性腦膜會製造比較多 她說那怎麼辦 我說那現在就矯正妳的多男性軟巢就好了 我們給妳荷爾蒙 矯正它 有一種畢竟要吃了就改善了 葉菌的規律 然後整個體重也跟著下降一些 然後妳的那個飲食要控制 配合營養師的調節 後來調節下來 她說她欲望果然降下來了 因為她本來是想說有沒有要直接就是 把我那個意思 我說 沒有慾望 會啊... 但是妳現在我們多以後 妳現在我們自然會掉下來 所以說她說慾望高張 本來是很高興啊 可是... 男生做不了啊 她說她就想說如果這樣 找一個跑一個... 這樣結婚怎麼辦啊 我怎麼辦啊 多男性軟巢的病人 這樣的算是少數 也是少數 絕大多數沒有到這麼高 很多都只有在邊緣而已 那有些人也沒有慾望這麼高 有一對老夫妻 老夫妻 因為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之後呢 其實他們基本上也很多年 就沒有性行為了 沒有性行為 那也沒有什麼需求 結果有些這個老先生 就被老太太揪著 揪著去掛蜜鳥科門診 那老太太講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就跟醫生講 就說醫生一發檢查 他現在老不休 每天晚上不老實 為什麼不老實呢 就開始有一些 這個性行為的前戲變得很多 那蜜鳥科一聽一聽之後 就發現說這個看起來 就不太像是這個蜜鳥科的問題 所以我把你轉整 轉到神經內科 結果神經內科去看了之後 幾句話問起來 大概就整個高度懷疑 就是失智症的表現 好失智耶 那當然他不管 神經病還是要先排 這個排電腦斷症或MRI 先排除一些結構之異常 不是長腦瘤之後 你從很多的行為 如果你很仔細的問起來的話 你就會知道 我們失智症大家都知道 一開始很多人的表現 就知道開始懷疑別人 藏東西 然後望東望西 對 那這種症狀有一些 很明顯的 有時候不會被家屬特別注意到 那其實失智有一個症狀之一就是 他的對性衝動的意志能力 他感覺減弱 我們也碰過一個老先生 被他的外傭告 為什麼告 外傭就說老先生 一直去摸他 動不動就摸他 對 摸他 對 後來他受不了了 所以他本來是要告那個老先生 性騷擾他 結果後來被證實 那個老先生是失智 就是這種衝動 就是性衝動 他的一個意志 控制能力變差了 他也沒有那個很完整的性行為 就是前夕一直每天晚上 一直有這種 騷擾他 希望我沒有這一天 我們這個臨床也看過 有一個失智的爺爺 他不是洗腎嗎 他洗腎就綁著手 可是他就在 我們蓋著棉被 他手就在裡面這樣 自己一直在摸他下底 後來護士都嚇壞了 那我跟他講 這就是失智症 他完全搞不清楚 他就會一直做那個動作 他不知道他做一些什麼動作 對... 那我再講一個叫做 那個搞不同過高的問題 那我剛剛講說 那個叫做失智的爺爺會這樣 但如果是一個 青春期的少年 我就講這樣 他一定要在共享 有一個高三生 那媽媽帶他來看我 為什麼 因為他在學校 脫摸女學生的屁股 然後被學校那個寄大過 然後叫他說 要去看精神科醫師 因為媽媽認識我 所以先請他 請我 請他來找我看一下 那這個男生 然後一看我就知道 那個叫做雄性荷爾門過剩 為什麼 那就是整個都鬍子 那個胸毛 然後長了很多痘痘 然後就是很男性化的性針 那個非常非常明顯 然後媽媽就說 他在國三的時候是一個 都沒有發育 沒有生帶 然後沒有毛 然後什麼都沒有 可是媽媽很擔心 因為他獨子 將來我也會不會不能生 然後所以後來去找一個 某個草藥丸 從此開始給他吃 而吃得真的是有效 那個第二性針 整個就長出來了 那高三的時候 我交女朋友 他們發現 就禮拜六 禮拜天 他會把女朋友帶回家裡 那個時候 吃飯了 然後 不要想太多 然後非假日 就是說一般的時候 他自己也是那種 衛生紙的消耗量 也是很大的 所以他就覺得 他的兒子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可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那我就幫他驗了一個搞固童 男生大概三百左右 那他大概是一般 他的大概三四倍高 那我覺得這個很高 可是我們看到一個這樣的案例 要想說他去哪裡 分泌搞固童過剩 我們就做了一個 有時候是腦下垂體長腫瘤 有的人腎上腺 有的人是睪丸 可是我幫他查了 完全都沒有 然後我就 我跟媽媽 你那個草藥丸 還有沒有在吃 他說還在吃 你知道嗎 我們很多男生 男生也有更年期 男生到五十歲之後 搞固童就衰退 他就不行 他會吃很多那個 壯陽藥丸有沒有 壯陽藥丸裡面 其實很多都是那種雄性激素 那個男生應該是吃得過久 而且時間過長的那個 造成他的那個 你說吃壯陽的 吃 就是吃 因為他國三沒有發育 所以媽媽 他不知道那個草藥丸裡面 到底是什麼成分 我覺得裡面應該是 搞不同濃度很強的東西 持續在吃 我說請他停掉 停掉之後半年 他那個整個就 整個就完了 所以這個還是要去查 對 有時候我會在門診 遇到病人跟我說 他說醫生 對 其實壓力荷爾蒙是 有幾個項目是可以測 那我這個個案比較特別是 他是一個外國人 比利時來的 那他派駐到台灣來 那他的工作壓力很大 他來的時候其實是因為 他的慾望太強了 他其實工作非常繁忙 他晚上都要配合國外的時區 做那些金融的業務 可是他每天就一定要 要不就要自己DIY 要不就是一定要找個人來 就是讓他的浴火 能夠有發洩的地方這樣 那久了他也覺得這樣好像 有點不太正常 想說自己是不是太誇張 因為他幾乎 我覺得他到後來覺得自己 像超人一樣 也幾乎不太需要睡覺 然後整個人非常亢奮 那他來我第一個懷疑其實是 剛開始我們節目有講到 就是躁鬱症 躁鬱症 不會是 可是跟他談了以後又覺得 這個人又不太像躁鬱症 因為考量到這個個案 他壓力這麼大 其實我就把所有的相關的荷爾蒙 我們知道性跟壓力的荷爾蒙 其實通常他們是來自同一組 所謂的固醇類荷爾蒙 其中有一個指數叫 抗老化荷爾蒙 一般男生像他40出頭 大概300多的話就非常棒 那個東西叫DHEA 他高達500多 我說你是有吃什麼 還是說有做什麼特別 他說也沒有 他也沒吃什麼特別的營養品 那是有做一些運動 那運動是可以改善 譬如像常做一些腿部 下半身運動是可以改善的 可是他也太高了 那後來 而且這個個案不只是這個 抗老化荷爾蒙膏 他的所有的壓力相關的荷爾蒙 都異常的高 大概都是一般人的 兩倍到四倍左右 那所以就變成說 他一直非常的亢奮 然後非常的 連性慾都是很高漲的程度 那一開始 我讓他要治療的時候 就跟他說 那不然我們用一些抗焦率的 減輕你的壓力 可是個案就不太想要用藥 所以我們就試了很多 什麼按摩 放鬆 各種方法 那希望能夠把他這個過高的 所有的壓力荷爾蒙 把它降下來 那可是後來他大概半年後 有一天來看我說 突然全部正常了 這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回比例十一趟 然後一個月而已 回來全部正常 因為我們如果壓力 荷爾蒙一直很高 第一個 你心血管未來一定出問題 而且心血管的概化阻塞 通常也伴隨著骨質疏鬆 就是各個荷爾蒙會出問題這樣 所以今天要了解到很多了 身體有哪些狀況 不見得就是我們 嫉妒的那種印象 看起來好不見得真的 對 不一樣的 好 希望大家自己各方面 都可以維持在最好的狀態 如果不小心過頭了 那我們就應該盡早就醫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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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